他還找了徐福去找這個長生不老藥 不過你知不知道 所有這些皇帝的新衣也好 法老的夢想也好 在今年的十月十四日 即是說是兩天之前 全部變成現實的時候 是怕多於開心 八十六已經很老了 你載到一倍一百五十 我完全沒有想過 我已經想著跑了 我現在五十五歲 我跑了大半 突然間你跟他說 我跑了一半都不夠 還跑多另外一半 單上我所有的計劃 我所有的糧草 體力 精神 金錢 就是支撐到我八十六歲 香港人平均壽命 現在撐多四五十年 靠什麼呢 最怕到時候 人有老錢又沒有 我們的壽命會 將會雙倍 去到一百五十歲的時候 第一是做什麼呢 我只是說一些策略性的 一些準備 我對這副機器現在不是了 這副機器我用到一百五十歲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懷著很興奮的心情 跟大家分享一個 最新的 前日發生的 諾貝爾獎的 化學獎的得主 他最新的發明 為何會改變你和我的命運 我一出生就懂得看梅花疫數 如果是默玲玲說給我聽 學明珊 看完羅庚和八字 你的生命線 你將會有一百五十年的壽命 我早打死都不相信 如果是諾貝爾獎 2024年的化學獎 得主說給我聽 你和你的壽命將會有一百五十歲 我覺得這個就可以參考了 老實實我聽到這個數字 一百五十歲 我是嚇到的 因為 諾貝爾獎得主說的是科學研究 他是 超前地一下子實現了 秦始皇以來 地皇千古以來 幾千年來都想要的夢想 或者是一個惡望 我們將有一百五十年的壽命 這條影片 其實是很有養份的 我將會分析 2024年諾貝爾獎得主 如何破解生命的密碼 AI 如何翻倍人類壽命 我們平均年齡 香港人的平均年齡 增為由83、86歲 到150歲和160歲 看到這個數字的反應是該會 糟糕 為什麼呢 如果你說人生是一場馬拉松 我原本打算跑二十多公里一個半馬 為什麼你跟他說要跑全馬四十多公里 我不是有心理準備的 我原本打算走了一半個路 那句叫做 幸好半世 幸好一世 我經常都要安慰自己 突然間告訴我 你不是 你現在走了三分一 你現在還是青壯年 你不是老年 你不是初老 你還有七十年的命 還有七十年的路要走 怎麼辦呢 哈 1987年有一部電影 大家已經記得了 善女幽魂很經典的電影 如果你和我也有機會變成 一部電影裡的老老 樹繞 樹精 原來不是夢 我們如何計劃 重新規劃我們的人生呢 去片 來吧 James 你不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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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一部電影 記錄 你不可以做 我另一半 跟 Demis Hasabis 和 John Jumper Google Deep Mind 大加密 的大加密 人 在大加密 In Structure Prediction 2024年10月14日 除以股市跌之外 諾貝爾獎公佈了名單 香港媒介集中介紹 諾貝爾獎文學獎史上第一次頒給韓國作家 叫做韓剛 反而很少留意到 更重要的是物理學獎和化學獎 同時都頒給AI領域入面的佼佼者 今日我集中講的是 對我們影響最大 和你和我的壽命息息相關的 就是化學獎的得主David Baker 他是華盛頓大學的教授 另外一個是Demis Hospice 他真正的身份 就是一個Deep Mind Google入面的研究室 Deep Mind的創辦者和CEO 和Joe Jumper 他也是Deep Mind的高級工程師 Deep Mind就不同大學 他是商業機構 他不是說大學的研究 而是說Application和商業的應用 和我們是息息相關 諾貝爾長的主辦單位 瑞典王家科學院說 Haspice和Japa 利用AI模型 攻克了半世紀 長達50年人類科學家 面對的藍題 如何預測蛋白質複雜的結構 而王家學院說 這些發現對於人類的影響 是不可估量的 因為這兩位人兄 Deep Mind這兩位人 開發了一個模式 叫做Alpha-4-2 Demis Haspice說了 他的Alpha-4-2 將會在2036年 2024年 過多12年 他將會治療人類所有的雜病 包括癌症 包括我們現在所有的病 以及我最關心的是 阿滋海蜜症 因為阿滋海蜜症 到現在都是無藥可醫的 而我家裡 我的舅父 我父親我媽媽 全部都是阿滋海蜜症的患者 無藥可醫是因為 因為解決不到蛋白質的複雜結構問題 就是因為這兩位人兄的發明 令人類的壽命折折翻倍 由現在的80多歲 到達150歲 講這個複雜的生物科學之前 我講一個真實的個案 為何它的發明 會影響我們那麼厲害 以及影響我們日常生活那麼厲害 我記得在 現在是2024年的10月 今天是10月17日 我記得是一年之前 我做同學的團友 其實我一直都有帶一些團的 我帶一些深度旅遊團的 我自己設計很多日本 古巴的團友跟我去過 我有一個很忠心的粉絲 跟我去了古巴 去了北韓 去了日本 去了歐洲 他就很喜歡去旅行 很喜歡吃東西 很nice的一個長者 他帶我20歲 鬆一點 帶我22歲左右 是因為帶團的關係 我才會接觸到這些成功人士 因為他是一間上市公司的主席 也是住在半山 有司機相當富裕的家庭 在去年 我跟他吃飯的時候 我記得 我們晚上吃飯的時候 他一次過吃了四隻豬腳 那間餐廳很有名的 就是藍魚煲豬腳 真是好吃的 我也是吃一隻 我說 說真的 你這個年紀還成四隻這麼多 他團友怎麼跟我說呢 都這麼老落 這麼小心做什麼 因為他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打算享受這十幾年 因為他已經七十幾歲了 去年他應該76歲左右 他預計香港人平均壽命都是86歲 只剩10年而已 享受一下人生好過 結果 人算不如天算 他去不到86歲 他去年年尾就離開了 如果 這位這麼有錢的團友 他預計到 他知道了 今年 已經過了一年 2024年10月14日 諾貝爾獎會公佈獎的人 他可以將我們人類的壽命 一下子推高一倍 到150歲的時候 他就不會這樣 他就不會這樣放縱自己 因為他知道 他還有 他現在走了一半 他還有一半的路要走的時候 以他的財富 以他的資產來講 他可以享受多榮華富貴 80年的時候 他就不會這樣放縱自己 所以呢 我今天拍這條片 真是時空穿梭的 只是在拍攝穿熱劇 因為幾千年來 人類社會裏面 最多資源的終極的習大成者 法老王、秦始皇 是這些 他們已經得到了當時社會 所有資源的最上層 相當於風鬥裡面的豐厚 他們終極的夢想 就像個豐厚一樣 就是長生不老 法老王砌金字塔出來 他也想得到永生 秦始皇挖出兵馬用出來 也想長生不老去到來世 他還找了徐夫去找長生不老藥 不過你知不知道 所有這些皇帝的身衣也好 法老的夢想也好 在今年的十月十四日 即是說兩天之前 全部變成現實的時候 是怕多於開心 我們由始至終 是沒有想過自己是 去到一百五十歲的 因為 突然間去到這麼長命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 這個是富人的夢想 是窮人的惡夢 古語有雲 人到七十古來熄 因為中國古代到了明清時候 平均年齡只有三十三歲 你想想 所以到了七十歲 已經是maximum 即是大部分人平均年齡到三十三歲 那麼 突然間 當然因為過去一個世紀 工業革命之後 人類科技的進步 特別衛生系統提高 發明了這個沖水馬桶 發明了這些抗生素 和這些醫藥的發明之後 我們的壽命一下子 就多了一倍了 然後現在你告訴我 再多一倍了 八十六已經很老了 你再多一倍 一百五十 我完全沒有想過 我已經想著跑了 我現在五十五歲 我跑了大半 突然間你跟他說 我跑了一半都不夠 還要跑多另外一半 打亂上我所有的計劃 我所有的糧草 體力 精神 金錢支撐到我八十六歲 香港人平均壽命 現在撐多四五十年 靠什麼呢 最怕到時候 人有老錢又沒有 我退休了二十幾年 還要捱多四十年 捱多六十年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呢 一會我跟大家分析 應對我們 去到一百五十歲 可以不用捱苦 可以繼續開開心心 去到一百五十歲 所以 看到這段視頻的話 你是算超前的一個思維 因為這個發明 都說的是 2024年10月14日才公佈 只有幾天時間 我們的爸爸媽媽 我們的婆婆爺爺 從來不知道這件事 這是一個秘密 是說的是三天前才公佈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我們想要重新部署 所以大家記得聽到最後 這條片雖然長一點 我相信對你接下來 十幾二十年 幾十年的部署 有很大的影響 就是說 死不去那時候的應對方式 我去年才買了一本書 就是 I have decided to live 120 years 活到八二歲 連我的網站都做好了 我做了一個 betalife120.com的網站出來 就是說 我要計劃去到八二歲 這是一個韓國的作家寫的 就是說 人類將會比以往更加長壽 我們怎樣計劃去到一百二十歲 因為那個計劃是很不同的 你打算跑半馬和跑全馬 的心態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一個就是 韓國作家 他是一個作家來的 他就預測了一個長壽時代來臨 不過他還不是 我現在說這個 Haspis和Jumper 因為這兩個是 諾貝爾獎的化學得主來的 他們更加是用科學的方法 是將這個人類的壽命 預測我們將會去到一百五十歲 因為他用的東西就是 AI AI會徹底改變我們的命運 以及你和我的壽命 將會遠遠超越我們的父母 我們會雙倍壽命的我的父母 我爸爸就是八十六歲前走的 意思是說 我將會雙倍壽命 我都害怕的 想起都害怕的 我婆婆就是九十二歲走的 我公公就很早走了 七十歲就走了 我幾乎要是雙倍我公公 我雙倍我公公一倍以上 想起人都瘋了 我們人生不是打八十歲的仗 要打一百五十歲的仗 Oh My God OK 詳細介紹一下究竟是有什麼科學根據 是 對不起 對不起 使用智能,這可以改善我們理解自然的世界 2024年的諾貝爾獎得獎者是來自華盛頓大學的David Baker 以及Deep Mind的兩位人兄 他們三個得主的成果都是與蛋白質有關的 什麼是蛋白質呢?我現在眼睛握一動,我嘴在說話 我耳朵在聽,我手在動,全部都與蛋白質有關 我沒有蛋白質,動作做不到,我連看東西都看不到 呼吸不到的,全部都關於蛋白質的事 是生命不可缺的基礎,所以說是生命的基石是蛋白質 是細胞每一個進程都有蛋白質在 蛋白質的形狀,決定了它的功能 它的形狀是有多少呢?我其實都不是很明白 我自己不是讀生物法學出身的 是十的二十次次方 我們現在人類只有七十億人 是人類總數的幾百幾千倍 很複雜的蛋白質 這個方式 過去一百年來,科學家都在研究 蛋白質的形狀 怎樣利用氨基酸的排列去測試 蛋白質的形狀 一個科學家窮他一生之歷 五十年都在研究一個蛋白質 人類有幾乘千上億的蛋白質形狀 怎樣研究到呢? 結果現在就用AI去做 AI做的速度是人類的幾千倍 我們原本可能要是 一百年或者二百年之後 才會研究到我們人類所有蛋白質的形狀 現在十年就做到了 因為用了更加強力的DEEP MIND 大家看過DEEP MIND 跟圍企的韓國冠軍足棋的時候 他已經贏了他 然後呢 圍企已經用了一生人研究 而得到冠軍 DEEP MIND會打敗他 他原本呢 這個BECCA 他研究的就是 阿滋海脈症的成因 Beta粉氧蛋白沉澱區域 這個也是我自己最關心的 我講過 我家人就是 長輩有很多都用這個阿滋海脈症 簡單來說就是老人癡癌症 這個沉澱是到現在為止 是不可醫療的 是沒有藥可醫的 他現在就是 BECCA就是發佈了 他用這個蛋白質結構 分析 他找到 打開了鑰匙 現在沒有 去到Application 去到藥那裡的 他打開了阿滋海脈症的成因 他找到 怎樣形成阿滋海脈 那個蛋白結構的問題 哈斯比斯是Deep Mind Founder 他用AI研究 他第一個研究 這個Deep Mind 第一代阿滋海脈 第一代 就是用這個 打圍棋的方法 證明了 他的AI learning 很強的 什麼叫AI learning 這個我可以說多一點點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我自己讀心理學裡面 其實我們有一課 是讀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說 怎樣去學習人類思考的過程 很簡單 我五歲的時候 我不懂英文 我不懂 你香港什麼 Gender Medicine 我現在會講日文 會講德文 會講英文 會講廣東話 普通話沒問題 就是果如也可以 完全學習回來的 我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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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回來的 那麼機器呢 都可以好像人腦一樣學習的 他跟學習的 譬如說他的鏡頭 就模擬我的眼睛 他的microphone 就模擬我的耳朵 然後他學到一些東西 當然他運作的 粗度是我大腦的幾百幾千幾億倍 因為他快很多 那麼他一直在學東西的時候 他可以學到一些 我們人腦的極限以外的東西 這個就是他的AI 總之他是一個learning的proces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這個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最初途是第一個受害者 你可以說是韓國維棋的世界冠軍 他被deep mind打敗了 第二個得益者 就是全世界七十一人 因為deep mind決定了 將這個application 用在蛋白質folding上面 用這個叫做alpha fold 2的AI的模型 他將人類可能要 即是原本科學家 要用幾百年才研究到的 二億種的人類蛋白質的結構 他用AI的技術 2026年他會完全完成 二億種蛋白質的結構 這個將是一個AI爆炸的世紀 讓人類早日實現了生物的自由 和壽命翻一倍 至於AI folding的模型 詳細如何改變了人類身體的結構 蛋白質和氨基酸結構的軟體 人工的合成 我就不講這些詳細的東西 因為太複雜了 還有那些英文的東西 我可以給你一條link 你可以上去聽聽 其實我也不太聽得明白 太複雜了 說回了 現在看看 我們在中學的時候 我們知道工業革命 改變了人類的命運 雅特發明了蒸汽機 福特發明了人類的生產流水線 我們的孫兒子 或者兒子女那一代 當他們再讀書的時候 他們會知道 其實這些工業革命 到了十年之後 都微不足到 因為更加重要的是 AI的革命 即是有更加偉大的 雅特和福特出現了 如果諾貝爾獎得獎者的預告 準確的話 我和你 我們現在的初老 或者是鵝鵝鵝年紀 去到五十幾、六十幾、七十幾 以上這些人的年齡 我們有機會 我們的壽命會 將會雙倍 去到一百五十歲的時候 第一是做什麼呢 我只是講一些策略性的 一些準備 第一是我會做去買養老金 好不幸地 香港是兩岸三地裡面 唯一沒有政府養老金的社會 中國大陸有 台灣有 德國、美國、日本都有 香港是沒有政府養老金的 香港有一個類似的年金 其實都可以買的 因為你如果一旦知道 到你一百五十歲受命的時候 你買任何一個地方的養老金 你都會賺得的 是的 你買香港政府的年金 你買深圳的養老金 你買 你有任何居留證的 台灣、日本、美國、德國 全部你都會賺得的 而你去到老的時候 你不用說眼淡淡 花了些錢 而子女不養你的時候 就是吃谷種 是的 這個一定要做的 要自己 plan for future 所以今天的影片 養份是很重要的 就是 你千萬不要以為自己 只有86歲受命 因為香港政府現在的統計 香港的男人 平均是83點多 女人是86 你就一直都是想著 跑到86歲就完 不是的 你會跑到150歲 所以你記得記得 由今天開始計劃一下自己的養老金 我其實已經是申請了 你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我已經申請了 深圳的居住證 接下來我就會買深圳的養老金 即是大灣區的養老金 因為香港人同時可以享有 大灣區的福利和香港的福利 這個是beautiful story 為什麼你不用呢 然後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買樓 如果你還未買樓的話 因為我有一個女性的朋友 他到了五十幾歲還是租樓的 因為他預計自己 差不多 買樓來公園都差不多 按揭二十年三十年 我公園的時候 都是我拜拜的時候 供你把鬼嗎 假設他沒有結婚 沒有小孩子 不過現在你知道 你的壽命 不是只有七十幾八十歲 你的壽命是有150歲 你還租多90年的樓的時候 快點買樓了 你知道我在說你 快點買樓了 當然不是說 時間就是現在馬上買 你現在看好樓 因為老人家要死不去 新的嬰兒又不停出生 這個地球還會人口爆炸 樓越來越貴 第三件事 這個簡單一點 立即去買Google的股票 為什麼呢 Deepmine就是under Google 我之前 我可以下一期再說 其實我一直都不看好Tesla Apple 下次再說 我就看好Google 我去年已經開始買Google的股票 其實諾貝爾獎是頒給Google 因為Deepmine是Google下面的公司 這兩位得主是Deepmine裡面的CEO 以及他的工程師 他們改變了這個人類的社會 就好像在20年前 Steve Jobs 改變了人類社會的使用手機的習慣一樣 這是一個生活改變的行為 第四件事 對我這部機器 以及你自己的機器 要好一點 沒有像我的團友 就想著這部機器 其實到了10年之後 都會死亡 就像一輛車一樣 你預計它有多少壽命 還有10年 政府都輸了一輛車 你知道新加坡的車 有年齡限制 我就隨便隨便 為什麼對它這麼好呢 我對這部機器 現在不是 這部機器我用到150歲 所以想說粗口 就是 就是 我怎樣保證我的膝蓋不會痛 我現在膝蓋已經開始痛了 下一條片會解釋一下 膝蓋酸痛 或者扯著扯著痛 有什麼方法 我最近又去了治療 膝蓋 我對它好一點 這部機器我用到150歲 該會 我為什麼保證我的視望 我不會再脫落 不會有青光眼 為什麼保證我背部 起床時背部不會痛 對這部機器 好一點好一點再好一點 因為這部機器會很久熬 唉 真的該會 越想 我覺得像是惡夢多些 四四彤彤不是夢想來的 現在是五四六四 就是撞鬼 可不可以讓我休息一下 我真的不知道 我怎麼叫他 塞仔 塞是第四 第五代叫他什麼 我都不知道 到時候我連他樣子都不知道他什麼 先生你貴姓 好 今天這部影片不只不過說多20分鐘 你有什麼策略性的建議呢 你是否願意活到150歲呢 活到150歲 究竟有沒有意義呢 你有什麼意見 歡迎你留言給我 也歡迎你分享給同寧 給朋友分享 這個很重要很重要 諾貝爾獎剛剛在三日前公佈 多謝你的收看 記得給我一個like 記得留言給我 拜拜